電信費用如果不降 消費者覺得太貴就乾脆不用了 改用智慧型手機下載免費的通訊軟體 像現在最受歡迎的LINE WhatsApp 臉書及時通訊 還有WeChat等等 那麼現在又有電信業者 推出了新的軟體 要分時市場的大筆 本土電信公司 開發全新通訊軟體 主打一次可以傳十張照片 還有像特色設計動畫貼圖 瞄準青少年粉絲族群 請來人氣團體SHE代言 要和另一家由金馬引后貴輪美代言的LINE 一焦高下 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使用 那個軟體的習慣 那我們只是把一個 我們自己很喜歡的東西推薦給大家 對於殺盡通訊軟體大戰 SHE有信心不怕被比較 比較市面上常見的三款通訊軟體 WhatsApp 簡單圖文功能 錄音檔傳訊息 來自韓國的LINE以可愛貼圖 獲得不少民眾喜愛 而中國大陸的微信主打錄音對話速度最快 一樣請來偶像小豬楊承林代言 會派國產公主委 三款 別人會以為我們代言 因為他們也有代言 所以我不會逼人家這樣子 對 不會這樣為難他們 對 因為我也不希望別人為難我 藝人何必為難藝人 免費下載的通訊軟體 一年號稱可以擁有千萬用戶 業者瞄準的就是背後龐大的廣告商機 現在本土的M家也加入戰場搶分一杯跟 油電TV 紅茶景城 聽譯台北報導